根據衛生署統計 不管是男性、女性、肺癌 是台灣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 台中市有一名67歲的張先生 可能因為工作關係罹患罕見的 惡性肩皮細胞瘤 到中國醫藥大學復社醫院看診 接受化療後出現頭暈疲倦 噁心嘔吐、食慾不佳、吊髮等副作用 中醫大副醫中醫部李愛玲醫師 利用中藥配方改善病人症狀 減少副作用 讓病人能夠維持較好的生活品質 基本上就是搭配西醫的這個治療 其實把副作用都減輕了之後 其實整個療程完成 對病人來說幫助是最大的 中醫部李愛玲醫師表示 肺癌的治療有手術、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 標靶治療等四種方法 副作用都不太一樣 手術前後可以利用黃旗、擋身、白竹等中藥液氣健脾 增加手術後的恢復速度 化療使用橙皮、酥液、黃旗等中藥調理 減少噁心嘔吐、頭暈疲倦的副作用 在療程中搭配中醫治療 讓患者增加肺癌的治療效果 化學治療的部分 減輕腸胃道的這個不是 那放射線治療 局部的這些熱毒、發炎反應這些部分 然後標靶治療的話 其實就是皮膚的濃泡 還有甲勾炎以及腹瀉的問題 中國醫藥大學腹射醫院表示 針對住院接受手術、放射線化療的癌症患者 中醫治療、健保都有給付 醫生也建議接受中西醫的合併治療 還要配合持續運動、適當的飲食跟樂觀的心情 才能夠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尋求健康、快樂的人生 記者陳文旭、楊靖、台中報導 有份量提供 versch 封修花歷 會記者 中文旭、楊靜、雪靡、夢、光天靜 選擇電動、桃進、玩、按摩、軸、毫節 希望您可以通過 顯示是否關於濃烈的電動部門